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无名官宣 风起洛阳过审 王一博参演作品排队上映好热闹 话不多说 直奔主题 由梁朝伟 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官宣了 此外 备受期待的风起洛阳也已经顺利取得网剧上线被暗号 突如其来的惊喜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刚刚还沉浸在央视六公主官宣郁认为和防暴队 风起洛阳过审的喜悦之中 转身就看到了无名的官宣 作为伯纳影业 中国胜利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无名 从悬角 开机到拍摄 一直备受瞩目 毕竟 最真切的中国医生和最宏大的长津湖一经上映就备受好评 以至于最后一部最神秘的无名 更加使人期待 虽然不知道这次王一博在无名中饰演的角色是谁 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 但是从影片的介绍中已经能探听到一点蛛丝马迹 该片聚焦波绝云鬼的隐蔽战线 讲述了在1937年到1945年上海那段艰难的岁月里 无数人默默的在为国卫加战斗着 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 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从造型来看 上一次看见一博书黄浦头 还是在理想照耀中国 抉择片中饰演的革命先烈蒋仙云 质地有声地喊出了那句头可断 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那回眸一笑中蕴含着坚定的眼神 感动了无数的人 如今 王一博又通过无名回到了那个时代 感受不同战线上的革命人 为了新中国 坚定地付出所有的英雄事迹 不得不说年度巨制的大制作出手就是不一样 海豹整体呈黑白色条 身穿西装的梁朝伟和王一博一前一后 保持着距离 眼神坚定却又望着同一个方向 高强暗光仿佛在压制着什么 又有什么要喷勃而出 瞬间将氛围感拉满 除了具有年代感的西装造型吸引眼球之外 更吸引目光的则是二人的眼神 凝重 神秘 紧张种种情绪的交织 故事感极为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虽然年纪轻 但是与前辈梁朝伟站在一起 并没有被忽视掉 反而因其侧身站立 更能从刚毅的表情中 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无名英雄们 用生命和热血保卫祖国的信念和决心 《无名》是一部很值得认真观看的一部电影 因为 历史会记得每一个无名英雄 作为青年演员的王一博是幸运的 从兵欲火 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 到风起洛阳 维和防暴队 再到现在的无名 能够与众多好的团队合作 带来好的正能量作品 是值得庆贺的 如今的王一博已经退去流量爱豆的标签 一步一步的成长为一位好的演员 每一部作品 都是演员王一博成长的见证 能够和老戏古大戏 对一博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 这也让观众朋友们更加期待一博的作品 能够早日与广大观众见面 尽管最近的王一博极少出现在各大庆典之上 但是网络上却一直热议着他的呆波影视作品 已经闹起巨荒的小摩托们翘首以盼 大喊着不管陈宇还是百里红意 放出来一步先看着 就在此时 八倍镜女孩们发现了风起 洛阳已经顺利取得网剧上线被暗号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排档上映了 这可真是好消息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电影无名官博也动了 海报也发了 相信不久就会官宣 随后 就会有预告片释出 进而了解全部演职人员阵容 了解相应剧情 这一过程想想都很美好 11月份对于伊博来说好消息不断 新电影无名官宣 风起洛阳过审排档 维和防暴队即将上映 小摩托们刚刚还在感慨街舞结束之后 没有伊博的日子怎么过 随后好消息就接二连三的传来 这哪里是没有王一博的日子 简直是围着王一博过日子 手握粉丝加遥控器的一博 最终想让观众先看到哪一部影视剧呢 让我们翘首以待落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再见